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春秋时期发生在齐国和晋国两个大国之间的一场非常著名的战役 左专的作者很详细的记述了这场战争的经过 应该说这是一场相当出色的军事题材的报道 我们前面在讲左专的特点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左专的作者非常善于描写战争 能够把头绪繁杂的战争写得井井有条 那么读过这篇文章以后 大家对左专的这一特点应该认识的比较深切 下面我们先来简单的说明一下这场战争的一些背景 这场战争的时间是在鲁城宫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五百八十九年 安是一个地方 安是一个地方 在整个春秋时期 整个春秋时期 那么我们看到 原本分封众多的诸侯国 开始逐渐的被势力强大的诸侯国所不断的兼并 当然这个时期我们看那个图的话很清楚 国家还是相当众多 从这个地域上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齐国和晋国接壤 齐国和晋国接壤 那么两个国家都是土地比较辽阔的大国 另外南方的吴国 楚国也都是势力比较强大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秦国还是偏楚一域的一个小国 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各方面都还比较落后 在齐欢公法处的时期 也就是我们上次课曾经提到过的公元前的656年 这个前后齐欢公的霸业兴起 但是在公元前632年 这个晋国和齐国的成普之战当中 齐国被晋国打败了 因此这时期也就是公元前632年 这个晋文公的霸业兴起 而齐国的霸业就开始衰落了 到了公元前的597年 在晋国和楚国之间又发生了著名的红之战 在这场战役当中 这个楚国打败了晋国 那么楚成王的霸业兴起 这是春秋五霸 大家看从时间上来说 非常接近 每个强大的诸侯之间 这个称霸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 我们知道什么是称霸 称霸就是要争夺人口 争夺土地 争夺对其他诸侯国的控制权 那么当这个晋文公和楚成王的霸业兴起之后 齐国的这个一直是处在左右摇摆的状态 忽而连离抗处 忽而连处 敌尽 那么在公元前597年 这个晋文公的霸业衰落之后 齐国是齐寝公在位 他看到在中原地区 随着晋国霸业衰落 给了齐国重新称霸的机会 最起码在中原地区 他认为有实力可以跟这个 晋国抗衡 所以在这种局势下 那么晋国一方面是积极的整顿内部 包括 把晋国境内的一些 其他民族的部落都兼并掉 大家看一下当时晋国的这个领域内 有很多的这些都是所谓的蛮夷部落 这样就消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 另外一方面呢 晋国又积极的跟一些小国结盟 比方说这个处在齐国南部的鲁国 诸国 曹国 魏国都跟晋国结盟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断路之盟 好 到了 这个公元前的656年 齐国又对鲁魏两国发动战争 那么这两个小国敌不住齐国的进攻 当然赶紧要向自己的盟主求援 于是晋国就派出了西克作为主帅 率领八百圣大军 向东进发去援救鲁魏两国 可是等到了 等到晋军赶到的时候 齐军已经撤回去了 那么晋军又继续进发 一直追这个齐军到安这个地方 安大家看到就是在现在山东济南附近 安就在山东济南附近 到这个地方齐进两个国家就 两军开始决战 所以我们看到的安之战 实际上是整个这场战争的决战性的一个战役 一场战役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要真正读懂这篇文章 需要对左传成功二年 关于齐进两国之间 整个这场战争的前后经过 都做详细的阅读之后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这篇文章 好多线索就会更清晰 所以呢 在读完这篇文章以后 这个请大家阅读 这个左传成功二年 左传成功二年 但是呢 是不是读杨博俊先生的春秋左传著 而是读十三经著书里面的 左传著书 或者春秋 左传正义 这个材料我们会给大家放在教学网上 好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读这篇文章 好 这一段是安之战的主体部分 主要写齐进两国军队交锋 在主体部分我们看到齐侯非常的骄傲 齐军的攻势也相当迅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禁军是处于下风 禁军的主帅希克身负重伤 那么仍然坚持指挥 他的御者谢章 帮助主帅击鼓 这样主帅的战车就冲锋在前 禁军 士气大阵 御血分战 最后齐军溃败 这是这一段的主要内容 好 鬼友是古代甘之忌日的方式 大家看一下课本上的注释 鬼友应该是在成功二年的六月十七日 六月份正好是初夏的季节 这是这个战争进行的时间 特别要注意 在左传当中我们看到 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作者特别注意 把具体的日期交代清楚 因为对于历史而言 时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这一天是这场战争决战的一天 所以作者要特别把这一天的日期 具体日期交代清楚 关于尘字 我们前面也讲到过 这里不多说 在鬼友这一天 齐进两国的军队 在安安这个地方摆开了阵势 讲完这一句以后 接下来作者紧接着就要说明 双方率车上的人物 这也是左传当中很明 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 就是写任何一场战争 都要把双方战车上的 率车上的人物交代清楚 在齐国方面 由丙相给齐侯驾车 旁丑甫担任车用 在禁军方面 这个谢章是给主帅西克驾车 而郑秋环 担任车用 这是古代的一辆战车 我们看到 这是普通的一辆战车 所以这个预者是坐在中间的 六配在手 那么两匹辅马 是各有二配 而左右两侧的参马 各有一配 因此是石经里面的六配在手 左边的直弓箭的是车掌 同时通过弓箭 来负责远距离的作战 而右边的车用 是有勇力者 所以他要负责 以这个割锚来负责近距离作战 同时如果这个战车遇到阻障 他要下来推车 所以需要有勇力 大家可以看出来 古代的这个战车 因为完全是木制的骨骼 所以在奔跑的时候 如果有阻障 这个车子很容易受伤 这是春秋时期战车的一个复原图 不是复原图 复原的一个实物 好 我们看到这个战车是独原 也叫做舟 也叫做舟 所以独舟车 这个舟就指的这一根圆 那么两匹这个辅马是夹圆 夹这个舟 或者夹这个独原 另外在这个地方 有这个绳子出来 系在参马的身上 用舟马来这个助力 如果是从这个御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四匹马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 左伏右伏 左餐 右餐 这是四匹马 好 这是 关于这个古代战车的基本的情形 秦侯就 非常骄傲的说 我呀 姑且先减灭词 减灭词就是消灭掉进军 然后朝食就是早饭 吃早饭 古人一天吃两顿饭 朝食和夕食 那么秦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认为 消灭进军应该是轻易二举的事情 对于这个齐军的实力来讲 把进军完全消灭 再吃早饭都来得及 那么这应该是很轻易 很迅速的一件事情 这个戒 一般认为是通甲 戒马就是给马披上铠甲 但是这种说法 戒马其实有很大问题 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戒就是这个戒 这个戒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这个戒马 这个马尾 在奔跑的时候 很容易跟这个 马之间的尾巴 这个马都要鞭截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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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戒马 这种马都要鞭截起来 那种马都要鞭截起来